华联市长魏嘉贤今天上午是协同了建设科长 前往中山地下道施工现场 来关切目前正在进行的机车刨铺工程 并表示除了这个路面的改善之外 也将会针对管线级排水系统来做进一步的检测 对土机来来回回不停将刨除的路面碎石送上卡车 华联市中山地下道机车道路面改善工程 从22号开始封闭施工 而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在23号上午 协同建设科长徐国成前往现场关切目前的试作情形 之前有非常多民众在反映里面机车道的一个博油不平整 那其实在施工的部分 我们特别也要求厂商能够赶快来加速的来做相关的施工跟改善 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施工的一个环节里面 其实大型机具是不能够进不去的 那也要特别谢谢厂商钓的小型的机具来做相关的一个路面的刨除 那我们在这里面也做了相关的一个管线的一个检查跟特别的一个去检修 那也有特别的我们的排水系统 还有一些勾盖的部分来做相关的预检 那再来就是未来中山地下道的改善的部分 我们还是持续在争取相关的预算跟经费 也希望中央能够赶快能够给我们一些做一个环境跟设施的一个维护的费用 让我们让中山地下道整体的景观还有安全性能够再次再提升 这项工程从22号开始施作 预计最慢在29号会完工 由于机车道施工封闭 机车骑士必须改走汽车道 市长威家贤也呼吁用路人 在施工期间务必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 才能避免发生意外事故以车安全